其实这两天到哪都不顺利 这个 还是语言的问题 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没有信号 所以我们在 优胜美的的时候 住在宾馆上 根本就 没有办法点餐 因为手机翻译用不了 然后我一时激动的画了一块刘牌 我认为画了一块刘牌 其实我还画了一头刘 完了以后 很遗憾 人家没看懂 然后解释了半天 他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单词他应该听懂了 完了以后 估计他猜也能猜得到 最终他 拿出了他的 手机来翻译 因为我的手机没信号码 他的手机呢 他认为 WiFi是有一点点用 然后 也翻译不了 但是 有一个最起码有一个好处 就是 能够这个 能够打字 那我就 用他的手机 在打字的过程中 也发现了这个翻译迟针的问题 但是呢 手机的 就谷歌翻译 有一个好处是 他有的时候会显示一些图形 比如说我要点刘牌 那么他最起码在刘牌这个字 后面他会跳出来一块红颜色的刘牌的样子 这总算把 这个吃的 算是点上了 然后完了到了 到了这个 夜里 大概是 凌晨以后 因为大家都睡着了嘛 所以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信号 就看一下新闻呀 回一些朋友的短信啊之类的 私信啊之类的 就凑合嘛 反正就是说 过得很勉强 他的好处是 激发了这个 对 对 英语 这个 最起码简单的一些 单词的学习的动力吧 是吧 要不然你啥事也干不了 这个 确实挺累的 完了今天到 太后湖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 我们找到的这个码头呢 它是补卖票的 它是租船的 它是租那个 你按你的家庭人员 这个多少 是吧 你出示你的游艇的驾照 他租游艇给你 那么 当然也有 也有是一个家庭来 没有人会开 游艇 然后 他配备驾选的 多少钱一条船 多长时间 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我们 看到了一个 游艇 他也 确定了 每天的时间 有两个小时 在太后湖上 但是他 只接受这个 网上的 这个订票 就又涉及到 很大的麻烦 还不错 这边的服务人员 就非常热情 在湖边呢 有一格到两格信号 翻译的时候 会有一些尺顿 但是多多少少能翻译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到了这个码头上 看到基本上 租船的比较多 你看我们看到 到处都是这个 游艇 就停在这个 停在这个湖边 就等待大家租赁 打沙滩排球的 也有 这个 我看到很多人 是带孩子来的 因为它是一个湖嘛 我估计应该是属于 那种风平浪静的 没有太大的风险 但具体是怎么样 因为还没上船嘛 所以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是比较期待这种 就带着孩子的这种旅行 然后孩子自己呢 也有愿望 其实我觉得这一趟 出来跑了三个 国家公园 都是属于那种踩点 先打个底 心里有个数 然后知道下次来 就怎么去玩 如果说做简单的计划呢 我们每周五的放学 就下午三点钟放学以后 就往这开 然后礼拜五住一个晚上 礼拜六住一个晚上 这样礼拜六和礼拜天 至少有一天半的时间 可以玩 可能就会比较轻松了 就不像现在这样 现在这样的话 如果说他有个小长假 比如说三天 可能玩的就更舒服一点 而且提前有很多攻略都可以做 是现在往上订票呀 然后在哪取票啊 这个这个时间各方面 就比现在要宽裕 这次是完全就是我们俩一头懵 摘过来 所以今天玩过来以后 我们决定还是回到城市 下一步我会去西雅图 明天这个加拿大的一对夫妻 也是我们现在游泳会的成员 他们这个帮我们订了票 我们两家人家在这个西雅图 看一场棒球赛 洛杉矶对西雅图的 希望在城市的生活 让我们会相对自在一点 而且在加拿大混的这哥们 他们夫妻俩都懂英文 可能我们这个 在跟当地人交流的过程中 就没这么大的压力了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